虽然气温做将,但魔度的时尚气息却丝毫未减 917日,Volentino在上海举办了《米兰男女合并时尚秀》直播派的活动 现场星光异矣 新京代言人唐烟身穿一席红色亮片高开着长裙 一改往日甜美风格,欲解气场全开 同位代言人的张艺兴则一全黑造型上阵 层次分明地搭配演绎少年风骨和绅士风度 李文汉大胆尝试深V造型,真空西装大袖迷人锁骨 搭配了拼接羊毛大衣,复古又时髦 余树行选择了黑色钻石点缀连衣群,磨得浪漫 队友陆柯然则一条纹衬衫搭配黑色皮质短裤,但熊秋长眉腿 看来男神女神们都有在努力营业 今天这个穿搭我很喜欢 它这里有一个高开叉,因为可以拉长身形比例 然后身上的这个亮片设计也会显得非常的亮眼 玫瑰包,其实刚刚我手里拿的那一支也是玫瑰包的系列之一 然后它的手工艺做得非常好 搭配上也会非常的有点睛之笔 其实这是应该是Volentine第一次男女合并的这样的一个fashion show 所以还蛮期待,而且它的那个观看方式是以云观看的 这还蛮新颖的 今天的穿搭新机就是bling bling bling闪闪的 因为我身上都是钻 然后大家也一直说我小腿错误 我就穿了一条把那个小腿遮住的靴子 这就是我的新机,看起来很瘦吧 今天造型是一个大衣,然后里面是一个西装 然后鞋子我也很喜欢 这里面一件衬衫,但是这个衬衫是有point 是在背后,是一件蕾丝镂空的 然后下面是一个皮裤短裤 然后下面配一个靴子 自在话题的新兴子当晚果然没有让大家失望 一开口就语出惊人 毕竟大方回应了平上热搜的新闻 还直言自己已经答应了公司和景言盛行 我当时超激动,然后也很荣幸 当时我记得我们是在排练舞蹈 然后后来他们就跟我说入围了 我就网上刷那些实时 我的粉丝们都超激动,都快流泪了 然后他们流泪了,我都有一点感动的想哭 我会继续努力的,当然是进组了 就是因为你拍戏不能头发的颜色太多嘛 然后就是染的深一点,然后装淡一点 比较像演员 就是你们都能想到的问题,我也能想到 上不上热搜这个,我说实话保证真的不是我买的 我真的没有买,我买的话我也太有钱了 这是直播吗?不是直播啊 就是,哎反正我真的那个也很无奈吧 好的吧 还就像我今天啊,你要想如果我想买热搜 我肯定想买我今天的造型啊 那今天上的这两个,就我也就是还挺委屈的呢 不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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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没有 好的好的好的 稍微剪点啊,我本来都已经答应我们公司要谨言盛行了 好的好的 拜拜,谢谢大家 上不上热搜不重要,某一工作才是首要任务 刚刚付出的唐糖已经进组拍摄新剧 李文亥则表示有影视方面的计划 张艺兴则透明会在生日的时候给大家一个惊喜 近期正在拍摄我的一部新剧 然后《燕云塔》应该也很快会跟大家见面 之后的发展规划,之后会往影视还有音乐方面吧 接下来的工作计划就是马上要去看这个秀啊 然后以后去10月7号我生日的时候应该有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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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